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成语故事就叫做文鸡起舞 在近代的时候啊 可恶的匈奴人经常来捣乱 把国家弄得乱糟糟的 很多百姓为了逃避战争 到处躲躲藏藏的 每天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 有一个叫做祖替的人 经常给一些穷人送粮食 但后来啊 他慢慢发现 穷人越来越多 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苦 哎 这都是战争造成的 祖替暗暗下定决心 为了赶跑匈奴 让百姓们不再受苦 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 更加强大的人 于是 祖替每天都认真学习知识 非常刻苦地练习武功 后来 祖替认识了一个 叫做刘坤的朋友 他们住在一块 经常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每天啊 还一起练剑 相互鄙视呢 有一天半夜 祖替正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 听见院子里 传来一阵击叫声 他以为是家里 见了小偷 就赶紧把刘坤叫醒 两人拿起剑 悄悄地来到了院子 却发现 根本没有小偷 这时 天色蒙蒙亮了 一阵风吹过 两人都觉得身上凉嗖嗖的 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祖替看了看手中的剑 说道 我们来练练剑吧 这样身上就暖和了 于是 祖替和刘坤 就在院子里练起剑来 你一招 我一试 两人都练得特别投入呢 没过多久 天就完全亮了起来 这时 两人都练出了一身汗 但他们觉得可舒服了 祖替擦了一把汗 兴奋地说道 不如我们以后听到鸡叫声 就起床练剑 好不好 刘坤也高兴地说道 好 从此之后 每天大清早 天色还没亮呢 只要攻击一叫呀 祖替和刘坤就开始练剑 无论刮风下雨 他们都没有偷过篮哦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 祖替和刘坤都成了功夫了得的大侠 后来呀 皇上还把他们封为大将军呢 他们勇猛地带兵打仗 终于将匈奴人赶跑啦 好了 文姬齐舞的故事讲完咯 下面就进入皮皮的成语小讲堂时间啦 文姬齐舞的舞是指舞剑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 大清早听见鸡叫声就起床练剑 后来呀 人们就经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一个人非常勤奋 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目标 我们学习了文姬齐舞这个成语 就可以这么说哦 我们要有文姬齐舞的精神 努力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 现在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